來 我們下午場的直播 下午場的直播 這台車是 Last Gen U6 那這款車其實 KT 賣得相當的不錯 但是之前很少直播 那 KT 賣得不錯 指的其實不是貼上 KT 的 Logo 因為之前 好幾年前 這個車我都是交給一個專門在改裝車系的店家 所以如果我再很強力的在主推這台車的話 恐怕就會影響到我代工客人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代工客人的話 現在也在耕耘轉做其他的車系 或者是說也已經陸續可能也訂別人家的貨之類的 所以我剛好有做到這台車的話 就想說來介紹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U6 那這台車安裝的避震器是 KT 的 道路板 那道路板的話 有兩個地方 會在因為這台車做的跟之前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這台車後方如果要拆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把塑膠的這些飾板需要拆開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上座的一顆螺絲 那換句話說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也會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需要把這個試蓋往內掀之後 才有辦法調整到後面的阻尼 所以我們也有大概 我記得大概半年 半年之前 有做了一下設計的變更 所以這台車的阻尼調整 就變成是在這個板件的內側 就能做軟硬度的調整 不需要再拆內裝 那日後車主如果想要調整軟硬度的話 也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這個是第一個設變的地點 第二個設變的地方是前方的彈簧 這個是麥花層 前面麥花層的彈簧 我們因為休旅車的關係 一樣配置了一個超級大捲燈籠狀的彈簧 讓它的乘坐感覺會更加舒適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設變的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就等於是一個產品的小進步 它的前面避震器的話 這台車是U6 U6的底盤跟S5的話是都共用的 我們也有做U5 U5的話就跟S3是共用的 這兩個車系分別都不同的一個配置 尤其是後彈簧的話 車重差異蠻大的 所以我們後彈簧的配置就不一樣 這個是前方 前方麥花層 所以它的上方有一個軸層 這個軸層是消耗品 橡皮上座也是消耗品 所以我們的設計就是KT的話 有附一個上座 沒有在沿用原廠的 那這些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離載鑽的固定點 這個是ABS感應線 這個是油管固定架 這些全部都是U6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台車的車主 最多推崇的地方應該是這台車的配備 跟它的安全性 所以它的後面的一個懸吊設計 算是比較現在小車走的一個風格 就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的彈簧算是長度比較短 所以營造車室裡面的空間 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就很像是TIDA一個底盤的設計 所以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可是它的阻擬值 做得很舒適 所以舒適的話一定沒問題 可是如果要做比較激烈操控的話 恐怕就不是納智傑U 這台車U6它原廠的一個取向 這個真的很軟 後方的話 我們在彈簧上面 有設計了一個調整機構 所以那一個調整機構的話 是可以調整車高的 這個是上部橡皮 上部橡皮的話是可以拿掉 KT的話有附一個調整機構加上橡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安裝上車的樣子 這個是後面 後面安裝的時候 這個ABS感應線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的後軸往下放的時候 這個感應線有可能會拉扯到 所以如果要安裝的時候 這個感應線記得把它拉開 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好那這一個地方就是 KT後來設計之後的小便跟 這個有色變的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到 好燈好 有燈嗎 就可以我來 好就可以調整後面的阻鈴 好這個地方有一個藍色的地方 這個從這裡就能做阻鈴的調整 軟硬度從這邊來做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 車主會比較方便調整 那這台車 來鏡頭再由下往上拍 這裡有一個 這個算是一個擋泥板 擋泥板的話 一般有的會做的比較裡面 可是這台是休旅車 所以它為了隔音也好 或者是設計上不太一樣的地方 它的擋泥板是一整片的 所以如果這台車降的比較低的話 輪胎如果載重 或者是遇到比較大坑洞 這個是沒得閃的 所以這台車的話 是不建議降的太低 這個都是塑膠的 好那這台車一樣 有一個安裝上的重點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所以這個後彈簧的壓縮率 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們把這個桶聲縮得太短的話 那這條彈簧會預載過多 那這台車 屬泥啊 怎麼調都會不好做 所以在整個設定上的話 可能第一個 計時安裝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這個桶聲不要做得太短 那太長的話 不太會有犯這樣的失誤 因為太長的話 它的彈簧跟調整機構 就會是鬆透的狀況 所以這個的長短 調整到它的彈簧 預載大概壓縮了大概5mm左右 就剛剛好了 那車主啊 自己在調整軟硬的時候 第一個重點 我們先把輪胎的壓力 輪胎的壓力 像這一個原廠的鋁圈 是2155-17的 它的原廠應該是 胎壓大概33-32左右 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阻鈴的順序 才是正確的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結構設計 那前面的話是麥花層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一條彈簧 這條彈簧以前呢 KT的一個設計是 把這一個做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一個作動的時候是直上直下 會比較直結一點點 那這一個是燈籠狀的彈簧 我們在壓縮之後 它有一部分的力道 互往兩旁釋放 所以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個一樣是200長7公斤 所以撐度過彎時候的側傾幅度 就是撐度的話 是會跟之前的7公斤都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作動行程 會多了35% 然後作動的感覺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比較適合像這樣的中型的一個修旅車 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離載串 這些全部的位置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包含它的前面的仰角的角度 上面的螺絲孔比較特別 KT的話也都是做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上座的話 KT有附一個上座的設計 它的上座是在這裡 有三顆螺絲 所以U6的話要調整阻擬很簡單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了 往這個方向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左邊跟右邊 記得要調整一致就好了 因為這一個營 有問題請說 有人說可以介紹我們的煞車嗎 介紹煞車 煞車的話可以 煞車的話 KT的話有不同的一個尺寸 如果我們就用這台車來說好了 這台車17吋的 那17吋的話 經理會建議的規格就是 大概小6 小6配上大概325左右 就可以把17吋塞到滿 但是煞車的改裝的順序 不是先改煞車 是看看有沒有要改裝鋁圈 如果剛剛說了17吋的話 我們裝小6加325 那日後升級到19吋了 就會覺得這個規格太小 那這一次花的錢就有點浪費了 所以經理會建議大家 第一個升級的步驟 是先要不要考慮到 日後有沒有可能升級鋁圈 如果有可能升級鋁圈的話 那先改好鋁圈跟輪胎 再來改煞車 因為有可能加大 假設這台車比較多人 車友改的是19吋好了 那19吋的話 它的規格就會建議是用大概大6 大6的話 如果要把19吋的內徑把它塞到滿的話 就會大概是380左右 19吋的規格可以塞到380 356 18吋的話就大概356 所以不同的鋁圈 它就有不同的配置 那不同的車款 我們也會幫忙不同的配置 尤其是煞車 KT的工廠裡面 也有煞車的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一台車是KAMERY的6代的3.5 前方是裝大6 大6 380 後方的話是裝大4的356 所以它的煞車的準度 非常厲害 如果車友們有想要體驗一下 那個很強力的一個自動的力道 也很歡迎來KT的工廠來試車 試試看看 那這一台車的話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這台用料 因為這一台車我們還有露營 用料的部分 在 最 攸關到避震器壽命的 就是歐環 那個油風的部分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平台 NOK的油風 它的 一個耐用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它成本的話當然會貴很多 再來就是 避震器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液體的傳達 就是液壓油 它的主泥油 主泥油的話使用的是 意大利IP的主泥油 這個是從意大利一整桶 200公升進口來台灣的 它分別有5W跟20W 兩種不同的濃稠度 那我們會針對不同的車種 不同的設定 譬如說道路板 進氣板 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油脂的濃稠度 但這個都是從意大利原裝進口 不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穩定度是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油品的品牌 我們也已經配合了大概10年以上了 所以相當的穩定 那如果針對經理剛剛所介紹的 有想要試乘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便聯絡 還有問題 他說那個卡鉗是一體鍛造的嗎 卡鉗 它是雙片是鍛造的 是雙片的 一般來說有的卡鉗的本體 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鑄造 壓柱鑄造 高壓的壓柱 那一種是鍛造 當然鍛造它的本體的結構密度 都會好很多 但是壓柱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的 已經有不同的品牌 也有壓柱也行之有年 只是說針對車主的預算 它有不同的建議 就好像是鋁圈一樣 我們有鍛造的鋁圈 它的就比較高檔 也有一般鑄造 它比較重 可是它的價格比較低廉一點點 所以不同的預算 我們就選擇不同的需求 那最棒的應該是一體式的鍛造 可是它一個本體的話 造價也不便宜 所以一般啦 通常改裝的 我們以大概煞車的銷售 大概有九成左右 都是兩片鍛造的一個結合方式 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再詢問我們小編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